朋友们好 与众不同 章语读到 清朝的一位诗人赵毅 他写过这么一首诗 叫《李渡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绝不新鲜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现象 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我对这首诗不敢沟通 他前面说的《李渡文章万口传》 至今已绝不新鲜 什么叫新鲜呢 应该说如果从时间的概念来说 《李渡诗篇》从唐朝传到清朝 确实时间够久 想保鲜也是很难的 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就是他能够打败时间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且我们说经典是长读长信的 怎么能说不新鲜呢 好了 今天我要聊的这个人 也是属于江山带有才人出 不过这个人可不是各领封骚数百年 那种各领封骚的人物 他是一个独领封骚的人 这个人独领封骚到现在 已经是一千多年了 搞书法的朋友很熟悉 就是不研究书法的人可能不熟悉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应该知道 他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杨宁氏 又叫杨疯子 听这个杨疯子这个名 就觉得他有点 这个脑子有点问题 其实他脑子好使 非常之好使 你想一想 他是一个在五代祖国馆的人 他是唐末的晋氏 是秘书郎 后来呢 又在五代做官 这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州 那因为梁唐晋汉州 这些朝代历史上都出现过 所以叫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 他在这五朝里都做过高官 而且享年82岁 如果脑子不好使的话 可以这样 不可以 这是多么乱的一个历史时期 那他享年82岁 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五代 命也不是很长久的 确实 这五代架在一起 好像是53年 他活了82岁 从唐末开始 一直活到后州 由于他活的时间比较长 后州之后是谁呢 就是北宋了 所以这个杨宁氏 他的书法的影响 影响了整整一个宋代 尤其是北宋 北宋的这个苏黄米菜啊 包括王安石 都承认他们的书法 曾经学习过这个杨宁氏 杨宁氏 又叫杨宁氏 因为他从唐末做了一个秘书郎开始 他是进士 唐末进士 在五代当中呢 又做过很多这个高官 从这个叫礼布园外郎啊 到这个左蒲叶啊 一直到这个太子太保 应该都是高官 可见他有很有这个政治智慧 那这个杨宁氏 为什么又叫杨疯子呢 在交代他这个杨疯子 这个名字来历之前呢 要首先介绍 他自己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唐末的这个宰相 那后来朱温啊 建立了这个后粮嘛 逼这个唐朝的皇帝 善让给他啊 就你让我来做啊 就建立了这个后粮 那朱温当时就让宰相 就是杨宁氏的父亲啊 杨舍 说你把那个传过玉玺啊 传给我啊 叫到我手里 要代表百官 叫到我的手里 表示对我的效忠 结果呢 这个杨宁氏 就跟他的父亲说呀 说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境况 你也是有过的 你是宰相啊 你这个时候 再把这个传过玉玺捧出来 叫到别人的手里 千年之后 千年之后 人们怎么看你这个人呢 可见他那时候 还挺有这个中军的这个思想 但是好玩的是 就这么一个人 他自己后来 在这个后粮 后唐 后进 后汉 后周 这五代当中 都做高官 而且得了善终 可见 他最后 他曾经说过的这一番话 他自己 没有做到 或者说他迫于无奈 他改变了自己的这种人生主张 那杨宁市 那杨宁市他为什么叫杨风 这呢 因为在那样一个乱世啊 他的一个生存的智慧 就是偶尔的装风卖杀 装风卖杀 只是洋狂 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太正常的人 就是说我如果有出格之举啊 你们大家就包含一下 尤其我上面的人 你对我就这么包含一下 那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他有的时候看到太乱的时候啊 他就有借口 说哎呀 我这个心病 有心病 心急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心脑血管疾病 反正就是我有心急 他就会引一段时间 然后再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的最大的爱好 因为他是一个书法家 那时候叫书家 他特别喜欢写字 那个时候写字的封上呢 写的好的人喜欢写墙壁 历史上就是提壁啊 在墙上这个喜欢提诗 最有名的人 就是我们要聊的这个杨宁氏 喜欢在墙上写 那这个墙上写有一点不好 就是什么呢 写完之后啊 不容易保存 所以他后来写在墙上的字啊 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但是在北宋的时候 黄庭坚和苏氏 他们可看过了 而且黄庭坚到了这个洛阳之后啊 他就觉得这个洛阳的一大风景 其中就是杨少石 就是杨宁氏 在那些寺庙的墙壁上 提写的那些书法 那些诗 他后来有一首著名的 评论书法的诗 就是写这一件事的 黄庭坚是这样写的 就是俗书只实 蓝庭灭 欲换樊骨无尽丹 谁知洛阳 阳风子 下壁便到诸斯兰 什么意思呢 说一般人呢 俗人写的这个字啊 都能够看出来 是蓝庭的那种面貌 他认为这个很俗的 那很多人呢 如果要把这种凡胎要换掉 可惜啊 找不到金丹 灵丹妙药 谁知道啊 这个洛阳的这个杨风子啊 就是杨宁氏啊 他一下手一出笔啊 就到了乌斯兰 那对这个乌斯兰呢 有很多解释 就是我们现在说些小凯 你看那个画那个界线那种纸 包括密服的鼠鼠帖啊 带那个边黑边的黑格子 有界格子啊 就叫乌斯兰 在那个时候 他有的是捐织出来的乌斯兰 工艺是很难的 它代表一种高妙 那对乌斯兰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乌斯兰呢 是有法度啊 是一种法度的象征 总而言之 虽然乌斯兰的解释很多 但是就是指向一个字 好妙 就说他一出手就是非常之妙 而且他没有这个黄庭坚 前面说的这种反骨啊 没有反骨 不是像蓝庭旭那种 大家也写就是蓝庭旭的一个面貌 仅仅是面貌 而他写的就是抵达了某一种传统的精神 而且呢 他是说他到了洛阳市 变观了僧币间的杨少使书啊 就是他作为所有寺庙里面墙壁上写的 他都看了 然后认为是无一不入围精庙 没有一个字不是很精庙入围的 这个评价非常之高啊 所以说很厉害啊 这个杨宁是当时写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字 据说啊 很多寺庙都以他在这提诗 这是为荣啊 就是把那个墙壁都刷白了 只要有空白的刷白了 这个杨宁是一看到的白色的墙壁 就要吟诗啊 一边吟诗 一边在上面提写 是当时的一道人文风景 好多游客去看 那就是现场直播呀 很厉害的 那苏氏呢 对这个杨宁氏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他说自从这个颜真卿 柳公圈没了之后啊 笔法呢就衰绝了 再加上唐朝末年这种桑乱的时代 人物是凋落的 文采风流啊 都是斯文扫地了啊 只有杨宁氏是什么呢 笔记雄杰啊 说他有二王和严柳之鱼 就是王羲之王贤之 严真卿这个柳公圈那种啊 鱼也好鱼韵也好 反正说就是成去了他们的那种传统 而且他有这样一个评价 叫此真可谓书之豪杰 不为时事所古墨也 就是他认为杨宁氏是这个书法当中的这种豪杰 没有被时代所埋没 这个评价都是特别高的 那杨宁氏呢 由于他有的时候装疯啊 有的时候就看到白色的墙壁在那地方边银边血啊 所以人们就觉得他不像一个正常之人 所以就叫他杨疯子啊 那这个人呢 传世的墨迹很少 一般在那个马纸上写的 他更多的作品留在了墙壁上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说是很遗憾 看不到了 但是他直接影响了离他最近的北宋的那些大咖们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杨宁氏的作品是他的墨迹 其中有写这个神仙起居法的 神仙是怎么一个起居的 我也看了 那个法帖是草书 他写的所谓的神仙起居 我们听起来很神秘 主要是什么柔柔肚子啊 柔柔我们的这个肾啊 腰子啊 实际上就是养生啊 这个修道养生这些东西 他最有名的 这个是他的行书啊 代表作就是九花贴 九花贴呢 是写他这个午睡 醒了之后肚子饿 有朋友给他送来一封信函 同时送来了这个九花 九花酱 可能不是我们理解的九菜花 我联想到啊 他应该像我们北京东来顺 我们北方这个涮火锅呀 用的那个调料 那种叫九菜花啊 有可能是那个东西 因为他的帖子里说啊 你送来这个东西啊 叫九花成味啊 这个时候 这种作料是最香的 我用那个小羊羔的肉啊 蘸着吃 太好吃了 然后他专门写了一幅字啊 这个表示感谢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这个九花贴 九花贴呢 是高26厘米 宽28厘米 一共是七行 63个字 但是它是传世的末王 在行书排行榜上 我们知道在兰庭旭 在这个记者文稿 在这个韩式贴 还有这个近代王寻 也就是王熙之的 那个职责的伯远贴 是第四 那第五呢 就到了杨宁市的这个九花贴 你不管这个九花贴 是第四和第五啊 我在想 他倒不是说 他名气 名次排在这儿 关键是要提醒人们注意 你所知道的 著名的行书当中 除了我们说 这个天下三大行书之外 还有一件杨宁市的作品 九花贴 要告诉你 它的存在 它的位置 主要想突出这一点 倒并不是说 它比前面的字很差 那九花贴 它这个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这一幅墨迹上面 它的特点就是 字的字句和行句啊 跟传统都不一样 它拉得比较大 而且它在字的结构上 又做了一些大单的这些变化 它不像我们以前说的 那种比较中正啊 规矩 它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搞出一些 这个头中脚轻啊 在一些局部做一个夸张啊 你认为该紧的地方 它松啊 它做了这些处理 而这些处理 你看了之后特别的自然 就像它是信手写来一样 有那么一种淡泊在里面 所以它即使在一个乱世 它的那种散淡的精神状态 还是非常之迷人的 好了 这个杨宁市您感兴趣啊 您可以去搜索 可以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就聊到这儿 谢谢